大家好,现在是已经正式的步入冬季,历冬都已经过了 但是有一些长寿花还没有开花 一些开花枣的长寿花在秋季的时候就已经开得如火如荼了 现在甚至已经在筹备第二波花了 那么这一株还没有开花的长寿花 那么我们就需要给它做一些措施,让它及早的开花 第一个就是发现这个长寿花只长叶子不开花 长寿花本身是一个短日照的植物,对于光照比较敏感 光照的时间过长或者是过短都会影响这个长寿花开花 所以每天给它大概八个小时左右的光照就可以了 如果接受了光照不足,它的植株就不能够按时的开花 而且施肥只给它施淡肥,这也是导致它只长叶子不开花的因素 所以长寿花冬春季节生长的过程中 第一个问题就是只长之叶不开花 长寿花它本身是短日照的植物,对于光照的要求比较敏感 光照的时间过长或者是过短都会影响到开花 所以每天给它大概八个小时左右的光照就可以了 如果接受了光照不足,它的植株就不能够按时的开花 如果施肥的时候用了过多的淡肥,也容易导致这个植株只长叶子不开花的情况 所以长寿花在到了季节之后就不要再给它施淡肥了 要给它多施一点这种磷酸二金甲或者是花多多二号来给它促进开花 因为这是高龄高甲的肥料是可以促进长寿花开花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要赶紧给它吹花 很多花有的长寿花都是这个独感长到十几厘米 这种植株就需要注意了 要及时的进行这个栽芯 之后新的侧芽就会从组织两边长出来 这样它开花的量就非常的多了 如果给长寿花光照时间合适了 浇水施肥那也没有问题的话 如果长寿花还不开花就需要给它进行吹花了 可以把长寿花放到一个非常硬币的环境里面 用一个纸箱或者是塑料袋把它们套起来 这样它就在一个全黑的环境里面 或者是用一个大花盆直接把它们套住 为它营造一个非常规律的一个短日到的条件 那么这个长寿花很快就能够冒出花苞了 所以这个长寿花不开花 我们也要应用一些手段才能够来整治它 很多花友就不是很注重这个施肥的问题 平时就以为多给它晒晒太阳就能够让它开花 其实这个肥料对它的开花的影响 也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所以平时就不要再给它施淡肥 给它专施这种高龄高甲的肥料 就可以促进它开花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